二長的書內一章十節 一齊讀 我恩爺華大大歡喜 我的心靠神快樂 恩他以拯救為衣給我尊賞 以公義為僕給我披上好象新郎 戴上華觀 有象身腐背戴裝飾 這要講到就是因為神很歡喜 因為祂以拯救為衣好像衣服穿著 以公義為僕給我披上好象新郎 戴上華觀 有象身腐背戴裝飾 就是神的救恩作為衣服 還有祂的公義 公義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需要有神的義 神的義是有 聖經講到公義有兩個 一個就是神所行的義 耶穌所行的義就放在我們身上 就是說我們遵從神是不完美的 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聖經過之後 我們有的東西是很殘缺不存的 即是我們的完美 我們的義 在以色列書都有講到的 我們的義好像是污衛的衣服 但是耶穌的義是很美的 所以這裡講到這個就是神的義 但是在啟少爺有講到基督徒所行的義 即是我們基督徒都有所行的義 但是一定要耶穌的義無遮蓋 才能夠我們的義是得無喜悅 以及更加完整 這要講到就是祂以公義為僕給我披上好象 好似新郎帶上華觀新的貴方式 這麼漂亮 於是你剛才講到就是 是耶穌 即是看到是耶穌 不是看到我 那這裡這個經文就講到 就是耶穌的公義 祂的拯救披著我 所以神見我的時候 是見到我 不是見到耶穌 神看的時候見到耶穌 所以我就可以很放心了 神看的時候是看到耶穌 神因為很喜悅耶穌 是很接立耶穌 耶穌是完美的 就不是看到我那些不完美 所以我們時時都需要耶穌 遮蓋耶穌 補血耶穌的公義 遮蓋我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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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